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 我个人英文能力是有限的 我都直接了单跟朋友说 所以在今天过后呢 我又听过再听过 因为我昨天听的时候 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定很准确 而且有些有漏洞 他讲话因为他讲话太 有人说陶哥你讲话有点跌三倒是接不上茬 如果听我的话接不上茬 听大家的话可能你就更接不上茬 他跳动性太强 其实他越讲这些功能所看到的 或者说他别的生命 所以演示给他东西 他跳动性就会更强 我一再跟朋友解释说 你要感觉他跳动性 其实你就把它理解成人们在做梦 梦境中是完全跳动 之间没有连贯 之间没有一个连贯的很大原因 是因为梦境中没有时间 其实所有做预言的几乎很少能看到时间 所以他才厉害就是他讲了7月13号 他讲了川普被打 他没讲7月13号 川普被打的细节 但他也没有时间 唯一能够唯一看到时间的是那个 那个女的讲 拜登的7月21号会辞职 他是因为每周都在做这种观星术 在观星术中 他因为每周都得做嘛 所以在观星术中他提到这个事 在那周做的时候 那观星术呢 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不太那个 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很容易 对吧 四面八方 这是我们说人生活的环境 四面其实就是青龙白虎 玄武朱雀 应该叫朱雀吧 其实就是 那每一方 每一方 有这个 一共有28星宿 每一方有7个星宿 来控制 所以这就是 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青龙白虎跟这个 玄武朱 玄武跟这个 这个 这个 朱雀呢 他的位置可能要 要 怎么说呢 从他的排数上讲 他应该超过28星宿 但是从 反过来 从现实的环境中看呢 他又低于28星宿 就是 他是两个角度 就是 因为什么呢 太极生两亿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亿 两亿生四象 四象 八八六十四广 所以到就是 四面八方 四面就是 这四个 八方 实际是指八卦 那八卦就到 到底了 给人扣住了 八卦到 其实 这话就 就 如果朋友理解不了 就是 越往细节 越低 某种程度上 他就是控制越牢 就是 所谓的 就是这么讲 你越专家 越学者的话 越专家 越专头了 就给卡在那 所以他当时 比较出名的 他也看不着时间 这我们回头来 那就说远了 我只是说 那么个道理 所以他就讲述了 昨天讲得很激动 那今天呢 跟大家补充一点 昨天没有 我们没有 没有谈到内容 有个朋友提到 说 涛哥你 你把他的声音给关了 谁知道你说 对不对 有点太挑剔了 朋友 我只能这么太挑 我把原始的节目 放在下面 第一个 第二个 你要听他的声音 就不用听我的声音了 对不对 那就很简单 人家说不想听你的声音 你不想听我的声音 你就听他原来节目 我都给你放那 我觉得这个抬杠 抬杠的有点太 这个 瞎浪费时间了 没有一个基础 对不对 他出了声音了 我的声音就没了 那我的出声音 你让他也出声音 这不可能 原来的节目 就是他原始的内容 放在下面 朋友们自己去判断 那我想跟朋友分享 原因就是 他里面提到了一些很关键的东西 那这些关键的东西 很多是神性 对于今天的人 其实根本不注意 根本就不喜欢听 但这是他关键的所在 第一个 第二个 他在讲述的过程中 很多 很多比较 就是 他是看到 他是看到 在他 在他这个 但看到某些东西呢 他在讲述出来之后 你会发觉 其实是有很对立的成分在里头 我想 从我的角度 跟朋友分享这些 我讲的很公平 他的原视频 放在我节目下面 那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他按照 他说这么大的事情 那 每一个人都跑不了 整个人类将经历一次灾难 但他不叫灾难 叫做复兴 叫做这个 唤醒跟复兴 他是明确这么说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 他在 他在描述中 他按照他看的东西 去掺杂了他自己的理解 他的理解 他的理解坦白上说 有他自己生命的特征 有特征就有一些 每个人就会理解不同 所以我跟朋友是这么解释 看我节目的朋友 我们在节目中讲了很多神性的东西 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 也有朋友说 涛哥你没有你自己的 你竟说人别人的东西 我觉得挺遗憾的 你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只能这么说很遗憾 有人说涛哥你太牛了 比格斯自己也说 很多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为什么 就是现在的人们对神性的东西 认知太低 所促成 所以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 里面有一个 里面在他讲述的整个的过程中 里面谈到了一个 就是我们那期节目中讲了 他谈到奥巴马 其实他谈到整个奥巴马那段时间 他是先讲了 你要囤粮囤物这些 先讲这部分 然后就讲了第二部分 他说神 他在讲述灾难的这部分的时候 他后来提到了一个 我们中国人讲的万法皈依 其实是讲的万法皈依 就是在佛教中 在佛家中都有这种说法 人类走到最后 是万法皈依的 万王之王将会出现 他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他提到另外一个 他说当这种的麻烦 这种的灾难 他其实不叫大审判 他明确讲不叫大审判 就是这么一个敲醒人们 那些敲步醒的人 当走到最后这苦难压迫的时候 在讲述这段苦难的时候 他就讲了大干旱 整个美国没有水 神向他讲了三次没有水 是干旱 所以因为没有水 所以才促成了那些收割机 所有这些农田所用的机器都闲置 充满了渣土 神让他以俯视的角度 看到了美国的全貌 从东海岸到泄海岸 全都是干旱 这不一定朋友能理解 有人可能会认为 不是现在发生 可能是以后发生 朋友们 我跟朋友只是讲述 他讲述 我以为是可能的 我个人以为这是可能 然后他在讲述干旱的时候 他就讲述了这个 看到每家每院 前后有人在种 有种西红柿的 有种青菜的 就种什么样都有 来满足家庭的需要 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感触的成分 然后他讲述了 军人在大超市 还有东西的大超市里面 军人进入了超市 去维护秩序 所有大城市 几乎他说 所有大城市 跟一些小城市 出现了抢劫 抢劫的原因是没有吃的 那什么人在抢劫呢 他意思就是 没有相信他嘱托的人 那因为抢劫 他自己引用 他说美国有第二修正案 美国有第二修正案 我们家有枪 你上我们家抢来 我肯定不敢 他明确讲 我手里有枪 那那但是呢 你问我要一碗粥喝 我可能会给你 但是我的前提 我的前提 是先满足我们家的需要 所以他一开始讲说 灾难要有两个星期 但后来他说 神跟他说 会延长 就是麻烦的时间会延长 数个星期 甚至他没有用月这个字 但他讲很多星期 很苦难 而且瞬间出现 在讲述这段的时候呢 他就提到信 他就提到另外一个灾难所造成的 他就说有一个人在吹气球 吹 吹得多 放出来一点 再吹一点 放出来一点 他的隐喻应该是讲今天的鲍威尔 美联储的总统 美联储的主席 在汪黎印钱 在印钱的过程中 同时支撑了欧洲的战争 我们不讲具体 他就不敢讲具体 坦白说 同时支持了欧洲战争 他说这些都是印钱出来 但是这些钱最终上哪去了 他不敢说 他说很奇怪 那我们知道在欧洲战场上 突然出现 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些场面 他说甚至这钱都跑到 他提了一个字 莫斯科 他说甚至这钱跑到莫斯科 大家就 他没说 他就什么都没说 但是他讲述里面 就是有一个大的 你被计划好了 他的原词 我记得很清楚 是被计划好了 所以他又看到 他说神让他看到 鲍威尔走在一个峡谷当中 鲍威尔一个人在走 两边是黑色的 然后展现出黑墙 在黑墙当中 一面是奥巴马 他提了两边奥巴马 我昨天节目中说了 另外奥巴马 在控制着今天的鲍威尔 美联储 另外一方 是欧洲本土的一群大佬 是老人 老男人 他特别讲说 有人呢 是这个 这地方有头 中间全秃了 反正朋友们 谁对号入座 就对号入座 但是在这里面 他就强调不能说 他说这些人不能说 为了我家的安全 这是他语言话 他不止一次这么讲 他说这是非常黑暗的势力 里面的中心就是印钱 那就是美国人印的钱 最终这钱去哪 没人知道 这是他提到的 从而带来的真正的灾难 所以 我想跟朋友解释这段故事 为什么他屡屡说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说法 他屡屡说 那是一个黑暗的势力 他又说 他不敢碰 为了他家人的安全 然后他又说 耶稣来找他 他用的是这么 耶稣来找他 然后这个 在耶稣找他的时候 甚至让他服务于 为耶稣服务 也提到这个YouTube 说你现在看YouTube 跟你合作的一些YouTube的人 他不是真的信神 他明确就这么讲 所以我们知道 他跟几个人合作过 对不对 他跟你合作过的人 他根本就不信我 他只是在 就是一手 就这么着 一手信神 一手信那什么 然后就说 你YouTube赚钱也好 流量也好 什么样也好 神在问他 你这个YouTube是归你的 还是归我神管 他说是归神管 这句话我蛮触动 说句心理话 因为咱们都是做YouTube 那 如果他能够放得清楚的话 这件事情就OK 如果放不清楚的话 就是件很大的麻烦 放清楚跟放不清楚 如果这个YouTube完全 就他现在频道完全归 是传递 神的话 那就是一个场面 在这个场面上 神也跟他说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看你节目 他这基本上 就是这么个纯属 我基本上 跟大家原话讲了 那我在我眼睛里 说为什么 今天信神的人 基点太低了 所以是这个问题 即使信神的人 未必真信 只不过利用神而言 他的讲话中 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我们 要跟朋友们 补充的 那反过来就说 我刚才回过头来说 说那个黑暗的势力 让他欲言又止 他又可以面对神 难道黑暗的势力 背后 比神还高吗 所以朋友要解答这个问题 你自己要给自己一个答复 我只是提出问题 我可不想碰 不想碰去解读这个问题 他直接称耶稣 他直接证成神神神 然后连自己的频道 也都交出去了 一切跟随神走 但是 他知道黑暗势力是谁 他知道恶的势力是谁 他知道那些坏人 但他不敢说 为了家里的安全 所以我就想问你 那如果他能一头绑着神 一头看见黑暗的势力 他自己又不敢说那些是神 那那些黑暗的势力 是否在他的心目中 神帮不上他 如果他说了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不是神不让他说 但他没说 是不是神不让他说 这个 这个 你大家可以看自己细节 你自己判断 当然不会英文的呢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因为YouTube没有中文的 那个下面的字幕 所以这里边 他就有这么一个很关节 很关节的点 最后一个关节点 应该还有一个 我瞬间就忘了 我跟大家讲述 就是 因为还有一个关节点 最后一个关节点 我认为最重要 他说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看到了 就是人们又去教堂 又去信神 那而信神的这些人 非常朴素 他说很多人 都是非常朴素的 就像两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 两百年前 那个时候 教堂是在旷野里 用草搭起来 女人没有化妆 女人只是最朴素的那样 你看到在一些 米开朗基罗画的 画耳当中的那样的女人 没有任何华贵的服饰 但她很庄严 很朴素 很真诚 把头都这么卷起来 不是披着 不是披着 现在的女人全披着头 不一定是对 我只能说 不一定是对的 这个 你往下讲深了 就不合适了 真的就不合适了 很多人根本就 完全就不能接受了 所以他特别强调 把头卷起来 就是 很没有钱 但是一定把自己 做得很装素 很庄严 去祈祷 他是这么描述 然后描述了 提到说 最终万法皈依 他说 所有的宗教 最后全都一致的团在一起 回归到 基督的身体里 整个这段描述 他都讲述了 是回归到基督的身体里 与基督成为一体 宗教之间的间隔没了 这是我眼睛看到 其实他以另外的方式 谈到了万法皈依 因为基督 在基督教当中 基督就等同 犹太教当中说的弥撒亚 这个 这其实是这么 他的 跟希腊文 跟拉丁文 和这个 西伯来文之间的 语言的差距的对应 这么出来 就在这一段上 他根本没使 没用耶稣这两字 全是基督 所以我想跟朋友解释 这是中间有差距 他 如实的去讲 他看到的东西 那后来他自己再展述 就是耶稣 基督 基督 耶稣 他就这么讲 但是如实 他看到的这部分 是关键 所以这是 我就跟大家朋友 补出 中间 我能理解到的 跟朋友分享 但他的宗旨 无神论 出现的麻烦 在无神论上 这是肯定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